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大家好,我是阿姆西 我们规划第16集也上了热门 那么我们这第17集,如约而至 大家可能也非常好奇啊,为什么最近的鬼谷视频跟的越来越慢了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因为游戏刚出的时候呢 我们玩什么都很新鲜 我直播5个小时差不多就能给大家剪出一期40分钟左右的视频 但随着我们视频出的越来越多,对这个游戏了解的越来越多 看的越来越多 那么新奇的,有趣的,好玩的内容呢,也就渐渐变少了 你像现在我大概要两三次直播,乃至三四次直播 才能给大家剪出那么一期视频来 所以说这个更新速度的话呢,就快不起来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那么本期的话呢,我们也还是老规矩 如果呢,因为大家点赞302上热门的话 我们素材一够,立刻更新 这一集的一个重点内容呢,就是在4月10日更新的一个邀约功能 现在终于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他出门旅游了 至于旅游的过程中呢,发现什么样的故事能否双修 我们待会试试就知道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更新了不少东西啊 其中跟我们有关的呢,就是水神法产生的分身呢 不会再使用神通和领域技能了 那么对于骤天剑来说的话呢,算是不错啊 你的剑影不会被分身消耗了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是万神剑啊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也影响不大 找到我们悟到后期的同熬松 然后呢,邀约一下 若有闲暇,可否与我相约一游 若得与你相约,我愿天地恒静 山河无言,只素相思意 有一处偏僻所在,水秀山明,月朗风轻 我愿与你一游 亭台楼阁,作爱风林 你来了,我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进入其中,消耗五天 也就是说我们俩最起码要在这个作爱风林里面啊 待上五天 哎呀,这五天能发生多少故事了 作爱风林就是那个停车作爱风林晚 你们不要想太多好吧 听闻此地,有处景致 街柳亭花 贵妇蓝香 想到能与你一起共赏此景 真是让人喜不自身 你们没发现同熬松的衣服啊 跟我都相当的这个般配啊 只不过我想说我来捋个游而已嘛 我的神魂就没有必要下落雷了吧 是不是 我跟同熊松的衣服都很配啊 我们都是这种素色系的 是吧,素色系的啊 只不过我身后背这两把剑的话呢 有点,有点煞风景 感觉我们的同熊松脑子不太好使的样子啊 走了半天终于走进亭子里了 要和同熊松做什么 对异,论道,品名等等 不要担心啊 看起来还没有双修是吧 其实双修在上面啊 我们先来对异一下 有了一幅新的构图 还有了新的音效 但是吧 还是太简单了我感觉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品名一下 今日相谈甚欢 却也有些疲惫 想不到你的格调竟如此高雅 来来来 我给你整点不高雅的 来到这里啊 有一块石碑 赏花碑 啊 多么艳俗的名字呀 要和同熊松做些什么呢 赏花 切磋 闲聊 双修 我们俩就坐而论了会儿道 下了盘棋 喝了点茶 你就累了 累了可不就应该双修吗 哦 前三四才能双修和论道是吧 将注 那就先干点别的吧 比方说赏个花 想不到你如此 一去可人 我傻了你们知道吗 在我和同熊松 进来旅游之前 我就看到这个詹初柔啊 回到了我们沐仙周 你们知道吗 我跟同熊松出游完成之后的下一个 剧情啊 就是我要去喝满酒 吃满药 对战 沾出柔 你们知道吗 他居然来抢戏啊 我没有喝那个酒的话 少了将近四百攻 就算吃了一品的攻击也破不了他房啊 他说他说我们同熊松其貌如我一般不堪入目 能忍吗 不能 同熊松决定暂且观望 应该的 应该的 因为同熊松他这个 虽说有境界啊 但是没有实力 他上了的话呢 反而会让我们分心 所以说我们英雄救美的时刻到了 但是我破不了他房啊 这层面怎么打呀 这不是开玩笑吗 四百二 试个攻击 试一下啊 哦能破能破能破 那你没了 那你没了 能破我不是爆杀 之前我打他都是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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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本想喝完酒练好药 然后全副武装去打他 结果他非要破坏我和同熊松的出游 结果呢 啊 跪在地上 貌似傲骨针针宁死不去 哼 其实 他的脸已经被我踩在脚下了 踩进了泥里 但是我是不会杀他的 啊 因为我跟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 为什么会跟他是仇恨呢 是因为我偷他东西 我为什么偷他东西呢 因为我想送他东西 我为什么要送他东西呢 因为我想把他收成我的道理 哈哈 就是这么个 因缘忌讳 等着我下次偷你东西 然后呢 再送你东西 再把你收成道理 然后我再带你来出游 看来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我们做些什么呢 童话松啊 你刚刚打架没帮我 还看了场热闹 应该体力恢复了些吧 不合理 这就不合理 我在打架 他肯定坐在旁边看啊 我一场架打完 他肯定恢复了呀 或者说特别的兴奋啊 我打赢了呀 是不是 他不得特别兴奋吗 一兴奋 热血上涌 当场双胸 是不是很合理 那就再赏个花吧 刚刚赏个花被人破坏了嘛 是不是 我就不信这次长花 再来一个仇人 这片花还也算美丽啊 就是花苞稍微小了点啊 感觉绿的成分比较多一点 我不是很喜欢 赠送道具 我这次给他出游也是做好功课 但是好像他把果子都散开来了 他没有放在一起 发现没有 这儿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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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这波是准备先送紫色的 先让他尽可能的吃到350以上 然后呢 我们再给他吃这个橙色的 我们自己的资质呢 还剩三条没有吃满 其他都已经吃满了啊 就可以给同行松开始吃了 先送一波火灵果 18个 木灵果 48个 这些果子都是我每年年初的时候 去各大宗门 花了几百万零食收购得来的 41个 水灵果 顺便看一下同行松目前的资质啊 我们给他记录一下 然后呢 后面对比一下 吃前和吃后啊 能差多少 我们再选择一下闲聊 可以谈论 寻弱和金雅 谈论一下你妈吧 他这个对话好像并没有改变啊 他说啥 他说他会去化解和金雅的仇恨 你跟你妈天天在一起 居然还有仇了 可能是金雅仇恨他了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金雅眼红我跟同行松的关系 对不对 毕竟金雅也是我们的道理啊 但是我800年不会去见一次金雅 就算见到了 也是看同行松顺便和金雅双修一下 对吧 这能不嫉妒 能不眼红吗 是不是 我们喂个鱼 圣树和我意水中森林 嬉戏玩闹 倒也别有一番义趣 哦哟 观赏鱼儿嬉闹时 对方趁你不注意 淘气的偷偷的从背后推了你一把 你装作战力不稳 顺势将其一起拽进了水里 快乐的嬉戏了一番 嬉戏 怪不得那个双修三次之内不能点呢 原来是在嬉戏这里补回来了 加了清明度 但是我们清明度已经满了 哎呀 他这里呢 就应该给一个清明度如果满了的一个特殊事件 对不对 再喝个酒 哦我应该先喝酒再喂鱼的 对不对 来再喂一次 你不可能再推我一次吧 你可从观鱼之中悟出些许道理 这没了 就这 我还以为再能推下水一次呢 这个墨鱼好像是会触发一个偷看洗澡的事情啊 只不过我们这波运气不太好 没关系啊 我们待会还要再进来一次的 今日与你相会一场 我收火泼风 愿勿不及你早成大盗 我成不成大盗啊 暂时不重要啊 毕竟登星还没到呢 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先来探索一下阴阳大盗 我还记得说这句话的人是寻弱 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灵性寻弱了 怎么叫灵性呢 好久没有和这个寻弱亲热了 然后再回到同样后面前 要约一波 拒绝 他是有间隔的是吧 我有些疲惫了 不如我们日后再约吧 日后再约是吧 行 可以了吧 你这个说话不算数了呀 对不对 那行吧 行吧 行吧 我明明想要跳过这乐好吧 你不在的日子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跟我们刚刚那个出游啊 就对上了 合理啊 合理 嗯 居然有女的主动邀请我出去 接班游啊 月星 月星是谁啊 不对 他不是我道理啊 他居然不是我道理 一滴血 屋到后期 邀请我出游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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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在宁通镇附近 等你三个月 看来我还是个香 波波 陶老松 陶老松人呢 陶老松不见了啊 正好不用担心被抓奸 又是消耗五天 我们来试试看 和这个妹子 摸个鱼会怎么样呢 先饮酒啊 先喝醉了再说 意乱情迷对吧 喂个鱼 我们这种普通关系 他会推我吗 不会 他只会告诉我 关于有没有 误出什么道理 没有啊 没有 诶等一下 不对啊 是无限刷关系吗 好像是的 在这五天之内 你可以不停地点这个喂鱼 然后不停加关系 当然这个并没有什么卵用啊 因为我们随便送个什么道魂啊 天道之气啊 戒指啊 都能把外衣拉满 对吧 花园中生长着片片鱼 其壮如酒而清华 官之仿佛祥瑞加身 哦哟 哦还能获得这种 buff性的气韵啊 20点幸运 好家伙 我们本身就是160的气韵啊 加上这20点 值得180了 快快 我们再次找到童小松 然后呢 邀请出游 过了一个月应该可以了吧 还不行啊 难道要三个月吗 突然发现我们童小松旁边 有个男人相伴 玄木萧门的宗主夏侯元奎 是我的朋友 一身浩然震气 武道世家出身 怎做出如此龌龊的事情 啊 教训一下 啊 教训一下 毕竟他们双方呢 还没有出格 是不是 简单的展露一下实力 哎他叫我师兄啊 哎你为什么叫我师兄啊 我是玄木萧门的大长老 你们知道吧 他是玄木萧门的宗主 他叫我师兄 他可能是进气升上去的 对吧 还没有改口啊 简单看一眼人物故事吧 没事我们就撤了 他说是玄木萧门的宗主 他的好友是落地月门的宗主 果然宗主和宗主之间啊 都是好友 但那又如何 你竟然全部念旧情 我若能重塑肉身 定会找你报仇 这就是绿我的下场 敢追童敖松 你怕不是 命不要了 今日我就借杀掉我宗门的宗主 告诉天下人 都不要打童敖松的主意 杀一人 而近百人 千人万人 我觉得还是值的 他上的格子呢 还是这么多 虽说这个物品稍微变化了一下啊 但是呢 这也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我们算东西呢 还是不会要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跟他有仇恨的原因啊 看到没有 所以说你只能偷 你只能偷没办法 我这些偷的话呢 打不过他 打不过他的话呢 你无论是逃跑还是被击败啊 东西还会被拿回去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打得过他了 是不是 我的血呢 掉了15% 但是 只要不被他摸到 应该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攻击二还要吃呢 他怎么变强了 他之前没有那么强的呀 是我变弱了吗 还是他变强了 哦对我无畏没了 是的 轻敌了 大意了 我以为会像之前那样子 瞬间把他秒了的 吃过力大无穷 我们现在是3061 再吃个药的话呢 大概是 3500左右的攻击力啊 然后呢 他的防御是3669 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刚刚有无畏的话 大概也就是这个攻击力了 我们先不吃药啊 我们等一手这个规则领域 打我好痛啊 他这个雷修这个电打我好痛啊 他这个雷修这个电打我好痛啊 转开 这里还能不死啊 好家伙 好家伙 我们是攻击药 身法 绝技 绝技 身法 再加上我们的领域啊 终究是加塔西杀的 还是挺艰难的 还是挺艰难的 我闪 哇靠 就摸了一下 掉了1万多 2万多 离谱了 离谱了 我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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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只有2万血了 什么反应啊 我没了呀 我没了呀 原来我打他不需要倒镜啊 好家伙 千军一发之计啊 我刚才这里了 对不对 雷下我劈过来 然后我一个身法闪上去 然后雷没有劈到我 雷就在追我 他就死了 哇 就差那么硬硬硬硬 你知道吧 这东西我们收下 这样的话呢 可以空上点格子 这次总收了吧 我千辛万苦 搞了那么长时间 就是为了让你收我东西 哎呀 关系直接拉满 好吧 这可是一个语化中期的 而且 五千功 三千六百房的道理哦 为什么不能结婚啊 放生一下呢 邀约呢 邀约总可以吧 邀约是可以的 那这样 我们 我们 邀约的过程中双修 这总可以了吧 这总符合你语化大佬的身份了吧 别把我玩死就行啊 我现在只有 三千九百多点许 水中鱼儿 至于修饰 便如同我等修饰 至于天道 八荒灵气 或许不过是天外之仙的寥寥味一样 若行此举 或能有所感悟 哟 不愧是语化性修饰啊 说句话来一套一套的 是不是 来 我们先来增长一下功力 你们看到没有 果然如此啊 果然如此 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双修 你就带他出游 情到深处 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 仇人 还挂着仇人呢 好家伙 两个人居然还是盘坐在地上 进行修炼 这个 哎呀 太煞风景了 好吧 真的太煞风景了 我之前真的没有发现 这张处居然一千六百多岁 不对 要一千七百岁了吗 一千七百岁 我跟同好松都只有六十九岁 难道是因为这个儿不能双修 不能结到旅吗 卢岩二百六 卵立方三百 染汁四百 裴温华五百四六 这些全部加在一起 都没有占出人的年纪大 怪不得他实力那么强呢 是吧 活了一千七百年啊 刷了几个月的任务 我们作文贡献达到了一万五 马上年底了 必须要把它花掉 那么正好就把作文里的这本 万神剑给他买进来 对不对 我们这本还不错 有降低5G冷却 也有降低这个技能冷却的 那么顺便再把作文里的这本神功 也给他买下来 我们稍微改两次条就够用了 又到了一年拍卖会 我已经是刷了那么一段时间了 已经整出了一本静的书籍 虽然这个静挺一般的 但是我们可以改嘛 就无所谓了 然后旁边还刷出来一本灭空剑 这灭空剑好像还不错 有减速 有一个敌人降低冷却 有直接降低冷却 还有击杀敌人降低冷却 三件冷却 好家伙 可以给童话苏买这样 对吧 传说中的索封灭空剑 竟在此处 我当六万零食一波 怎么又是你啊 蜩蜀柔 我发现只要我想买东西 蜩蜀柔必定出来 找麻烦 你知道吧 三个技能呢 我都已经读完了 然后其中这个万神剑的话呢 我没有修改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不错了 没有更好的了 虽然说有一条废的 就是这个生法持续时间 发射完成剑 因为我们是水生法嘛 没有持续时间啊 但是呢 也改不出更好的了 就这样吧 我只改了这个神弓和这个镜啊 神弓这里呢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使用生法降低绝技冷却 这个我把它改出来了 然后呢 整了一个体力上限增加 这个的话呢 本来就有 这个本来也就有吧 这个呢也是本来就有的 然后镜这里的话呢 改的是比较多的啊 直接弄成这五条 灵力达到多少 提示攻击力 念力达到多少 提示攻击力 任意攻法资质 达到多少点 提示攻击力 多少点攻法资质 提到攻击力 多少点提示上限 提到攻击力 这五条就是最强的了 啊 再配上普通的这几条 这个就是最完美的进攻法 最完美的进攻法 这一本学下来 2000攻击力 应该是有的 咬指轩 这个人物呢 是我们群里面的轩轩 他玩的那个人物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党里呢 因为他使用了一招梦入神机 把他这个人物的灵魂啊 从他的世界 转移到了我们这个世界 三红器皿 魔情之孙 白红贯日 感尸道童 为什么悟性是200 幸运100 防御很高 攻击一般 资质也很差 就是长法比较高啊 他就是玩的长法 悟到全红 这又是什么鬼 他这里有三个加防御的 怪不得他的防御那么高 哦呦 这个秘卷又是个全红 这个神功也是个全红 什么玩意儿 这个神法也是个全红 这个武器也是个全红 哎呦 我的天哪 这个有点像张三的那个天骄NPC了 就是实力特别强嘛 但他这个其实不是很强 主要是他这个镜啊 居然是个助击镜的镜 好家伙 你要是整一个悟到镜的话 直接4000攻 那你这个就强了 哎 PY关系拉满 然后呢 我们来切脱一下 切脱一下 轩轩本来的功法不是这样子的啊 他就是为了梦入神机进来 然后呢 稍微改了一下 把实力变强一点 为了跟我打 但是你这个最关键的攻击力不改的话 还是不太行 还是不太行 我们再切脱一次啊 嗯 吃不吃啊 哦 切脱不能吃 差不多了吧 我要还击了啊 我都不知道他在哪 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我不需要知道他在哪里 因为我的右键是这个追踪的 轩轩这个神通是必须要杀怪 然后出内伤 然后才能释放神通 然后单挑的话呢 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弱 怪多的话呢 他会显得特别强 哎 你们看这个纵门任务 击杀鬼谷 什么玩意儿 居然有个人叫鬼谷 他才化神初期 还是个散修 这鬼谷长得还蛮帅的呢 有没有 一副主角的模样啊 而且才39岁耶 哦 这个是你们偷偷加的是吧 轩轩他不是把自己梦入神机 进来了一个吗 没想到他还偷偷带了鬼谷 他的也梦入神机过来了 有没有小说两大主角碰撞的那种感觉 我们来和鬼谷切磋一下 站在我的角度想啊 我们都是主角 一个舞台怎么能有两个主角呢 是不是 死死断不可留啊 但是我还是不想杀他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我这个世界 在我这个舞台 我是气运之子 他在他的世界 在他的舞台 也是气运之子 但他现在梦入神机到了我的世界 所以说原本属于他的气运呢 已经消失了 我们不妨留他一命 给他标记上 看看他最终能否追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再来看看童敖松 自从我上次送给他果子之后呢 许久未见了啊 有挺多年了 我又给童敖松呢 准备了两年的这个果子的量 但是他自己的果子 好像还没有吃完 但毕竟呢 也是吃了一大半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他目前的一个资质 剑法已经是200了 雷灵根也是200 水灵根也是200 嗯 不错呀 当年我也是以剑法 和水灵根组成 当然他这里的雷灵根 风灵根 木灵根也都还不错啊 也都还不错 童敖松只要能把我这皮果子 再给他吃完的话 平均资质可能能倒个 250300的样子 然后呢 再把我准备了多年的 这个橙果子 给童敖松一吃 嗯 那基本上就可以练 他该练的功法了 嗯 这童敖松怎么合 这个萱萱结了个姐妹啊 这是个什么鬼啊 好家伙 萱萱真是强行 给自己加了波系 是不是 你这是想让我把姐妹花 一起讨回去是什么意思吧 也不是不能接受 马上又要拍卖会了 下个拍卖会 我们拍卖个什么东西呢 拍卖个是吧 哎 我点错了 好 累还没 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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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劝你多次 我无奈催动灵力 化解酒 想干嘛 嗯 我看他有这个 奇怪的想法 顺便喂个鱼 又跟我说关羽 哎 我得放 又是詹雏蓉 哦 他现在应该已经不是我的仇人了吧 哎 已经没有仇人那个标记了 看到没有 这个对话怎么那么耳熟呢 之前我和童敖松来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他来干嘛呢 他跟我已经不是仇人了呀 他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呀 冲进来骂我两句 哎 为什么呀 然后他又不帮我 哎呀 我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说这个道理会帮你是个什么样的场景 哎 哎 我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他来了 哎什么意思是二打一吗 我真的是二打一 你们进入这游戏二打一吧 看到没有 他帮我 不对 他没有攻击呀 你在干嘛呀 他只跟在我旁边 他没有攻击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这就叫所谓的帮我吗 把我扛伤害是吧 但是好像你根本就不吃伤害呀 混蛋 他就是不吃伤害的 看似好像在帮我 其实并没有什么乱用好吧 还是得靠我自己打 还是得靠我自己打 多年前我们准备了 静 神功 还有神通这三本书 对吧 现在的话呢 又多了一本诗 这个诗呢 是鬼谷给我们刷出来的 那么该改的呢 我都已经改完了 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四个功法的全部给他参悟一下 但是那几个关键性的词条 没有弄到完美的话 其他的完美其实没有用 你知道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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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七个红 我们先把我们身上这个镜啊 装上去看看能加多少攻击力啊 然后再对比鬼谷的那本 拿完更好 我们就拿本啊 先把我们身上的这本天战镜 给他摘下来 降低了443点攻击力 然后装上这本迅翼镜 加了2093 现在这个呢 是鬼谷帮我们刷出来的 他主要就是那个 功法资质提高攻击的不是完美 我们那是六点啊 他就是七点 但是他其他几个的话呢 刷的不错 只有一个蓝的一个紫的 其他都是红的了 很不错啊 我们来看看攻击力 2131比我们刚刚那个呢 更好一些啊 那我们就用这个吧 他把防御的呢 也刷了一下 感觉好像也刷的差不多了嘛 只不过就战斗资质 还是橙色的 又是九个红 你贪喵的 你翻给我看看啊 我贪喵的就不信了啊 合着我刷就不如你刷的呗 我再来一次 这是什么呀 这是这是什么 你有本事不要给我出子以上的 我觉得还是用鬼谷刷的比较好 我们先把上的这个朽峰式给他拿下来啊 是降了382点的防御力 看一下目前的加多少 目前是加了1333是吧 这个呢是鬼谷刷出来的 我们刚刚那个是1333对吧 他这个的话啊 风水资质比我们差了一点 但是战斗资质的话呢是接近完美 他这应该都是接近完美 对没有一个是真正完美啊 但是也已经很不错了 加了1420多 也就是比我们高了100防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啊 神通的鬼谷也刷好了 几条关键性四条的话呢都还不错 最下面这条绿色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啊 水之法是没有持续时间的 有一条灰的也是降低灵力消耗的 我觉得还行啊 我们就用这个了 我刷神功的过程中呢 鬼谷在把我们那本神通啊 看看能不能刷的更好 我现在怕什么呢 就怕我刷出一个还算不错的神功 结果呢他刷出一个非常完美的神通 那我就将住了你知道吧 还挺好的呢 就是这条不行啊 只要这条弄到6秒的话呢 我觉得就刷完了 是吧 已经很可以了啊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就是最终的结果了 我在下了直播之后呢 我又自己刷了大概二三十分钟吧 终于是把这个绝技呢刷到了完美 那么下几条的话呢 我也都锁住了 那么也就是这一条出了个绿 这两条出了个紫啊 我觉得还OK 至于移动速度这一条的话呢 好像绿的蓝的 橙的紫的红的都是五提一 所以说的话呢就无所谓了啊 那么再来的话呢 我们的神功 镜 势 还有这个 万神剑的话呢 就全部刷完了 这万神剑的话呢 我觉得还可以再稍微提一提啊 至于其他几个的话呢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替换一下神功 我之前用的这个凶血神功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四条的话呢 也都是接近完美的 那么像这个 生法持续时间 在我们水智法里面没有用嘛 所以说他现在的价值呢 就没有那么高了 我们给他替换一下 降了60多弓 40多防和70多的一个 攻法抗性 装上我们的灭空神功看一下 火 200多的攻击力 还有200点的 将近200点的攻法抗性 124点的这个移动速度 还有5000多点血 乖乖 我们提升血量的话呢 也是可以提升攻击力的啊 因为我们这个镜里面 是有每320点提升一点的 那么目前我们的面板数据呢 就变成了4640点的攻击 2700点的防御 600多的移动速度 600多的双抗性 还有8万多点血 目前我们的心法呢 已经是装了有6个武刀了 对6个武刀了 然后呢 还有绝和这个鹿啊 还是圆阴镜的 成紫的 然后这个金的话呢 还需要再好好的刷一刷 然后这个秘卷的话呢 我在想要不要换成那个 带晕血的那个秘卷 如果换的话 我这个不是白搞了吗 这个我在想想啊 我在想想 总之以我目前的数据的话 我觉得进入洪荒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那么我们从下一期开始呢 就正式把难度改为洪荒 看看几百万血量 乃至上千万血量的boss 究竟实力如何 不知道你们期不期待啊 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那么就像我本期开始说的 如果本期视频也能为大家点赞赞 而上热门的话 我们下一集 素材一够就立刻更新